有很多我们这个丽莹的影迷在啊 给我们丽莹的影迷一个机会 来 带带帽子这边讲解一下吧 好不好 来 华总给 就喜欢帽子的啊 拿着一个丽莹 红葱挖的这个照片啊 来 来 帮华总给你传过去 还用啊 跟帽呀 不过人员 先过来吧 来 这是谁 大家好 我是印度来下一个比台上 看到张丽 就是在张丽莹上的表演 也不超不大戏 所以我进来看这个电影 那我来看之后 我觉得非常值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电影 不是简单的 国家看的电影 我觉得它是有社会意义的 因为我们的法律 就是在不断的完善的过程当中 那我觉得如果 就是不管是我们的主创 还是我们的观众 我们这个观众 能够多少少推动我们法律 这个完善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电影 就是意义重大 我们就是公合一件 我们就比自己好像任何其他 这个电影都更逼 大家说是不是 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 虽然战略防卫这个角度 它不是非常新鲜的角度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电影 它把这个主题拆解得非常的细 它通过三个故事 三线并进 然后互相补给 让我们观众就是感受到对公平执法的这个破窃性 但同时我们也能理解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立法人员还有执法人员 他们的为难和他们全部的考量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理解了就是 张林某导演他之前说的对地影的这个角色 他的大感作用 因为我觉得 这是张林老师把好重品这个角色 他诠释得非常的完美 让我们能同行他的悲惨遭遇 同时也能共情就是 作为以前小人物的这个无奈吧 才会让韩米检察官 他的这个转变显得 谁要循程 众望所归 然后整个故事也更有张力 然后我还要感谢就是我们前提的主创 马丽老师 我觉得他认识非常厉害 他的一举一动 立刻就能让观众啪啪大笑 我觉得这个就是功利 然后我们的张林老师 他虽然天不多 但是每次一出场 就能让大家从一个横端下的朋友 立刻就是认真起来 就是看他的手语 是他的心声 我觉得这也是功利 然后我们高丽老师和今天没有来的 雷嘉宁老师 他也有两段非常长的 个人孩子梭后 虽然我觉得不需要任何 不经历的加持 我们就能够 到我们心里去 就感到正同发挥 我觉得这也是功利 还有我王潮老师 我妈妈特别喜欢 我觉得你的每一个感觉 让我觉得你一眼的这个男人 特别有魅力 特别不简单 然后还有就是刘二文 我觉得你是首次出现 但是我觉得表演非常的自然 而且很帅气 我觉得非常有潜力 就是我很感谢各位主创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看的一个电影 然后我们也会多多跟我们的家人推荐 最后就是我想请问一下赵宁老师 因为我之前是看您的电视剧比较多 那我觉得电视剧它天空很长 所以你有很长的时间 去塑造一个角色 但是在电影里 你的时间就是这么短 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可以把一个角色立得这么好 我想问你是怎么快速发出这个角色 谢谢 谢谢 其实对我首先我觉得你说的 真的太好了 非常的全面 让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们的电影其实能拥有这么多 对我们这个电影有这么深刻的理解的观众 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我其实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我遇到了张导龙姓给我这一个机会 然后跟这么多优秀的前辈在一起完成一部作品 那我其实更多的是像好色评一样 虽然不能说没有办法 人物的设定没有办法去表达 但是其实从她的眼睛 从她的情绪里能看到她对这些人的喜欢 还有细认也敢能感受到她们的善意 都是好人 谢谢各位主持人老师 然后我还想是再公述一句 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票房 它有很多影响因素 比如说轩发发起 还有她的这个党器 然后这个起台和这个两次的体育部 但我觉得作为这个片子本身 我觉得她是雇佣思琳非常优秀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怀疑 这就是一部值得大家去看的电影 各位老师的表演就是无可指摘 就是没有任何话可以说 我希望我们这个电影 我未来也好 但是不管怎样 它都是一部绝家的好电影 它是有社会意义 它是能够被传套下这个电影 谢谢 好 你这边这边给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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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说得特别好 其实很多的观众现在已经发的 不为我们调整的这个 不得来转了 谢谢好多的观众已经